那么接下来的朋友们咱们就要看到屏幕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简单的设计 咱们明天大体的方向 咱们就要用Python进行用Circle语句用用 查一下数据 登山改查要实现 那么这就一定牵扯到一个问题 我的数据表应该怎么来设计 那么将来设计数据表的时候呢 其实说的直白一点 咱们简称设计数据库 但是真正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呢 你往往设计最多的就是表的设计 听懂了吗 因为一个数据库就是一个特殊文件 这个文件里边有N个表组成 那么这才是关键点 那么咱们在真正的开发的时候 有一点咱们真正的开发的时候 咱们一般会有特殊的专业软件 来帮咱们去设计这个数据库 那比如说什么Power Design这个东西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特殊的软件 来帮助咱们去把这个数据表给它设计出来 谁和谁之间什么关系 谁和谁之间什么关系 谁是用的什么类型 谁的约束是什么 全部往往在这里边都体现 还有一个特点的是什么呢 当咱们真正在去开发的时候 就看你将来工作的这个公司的规模 如果是小公司 比方说几十个人 一百个人 这就是小公司了 往往你自己写程序 自己设计数据表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牵着你了 如果你的公司能稍微大点 往往就是专业的DBA 就数据库的那种管理人员 接下来他把数据库给你设计好 你用程序直接往里边数据了 登山给查就可以了 听懂我意思了 数据库的设计直白的讲 你会设计的更好 对吧 咱们相当于在会一个技能而已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牵扯了个问题 我怎么来去设计这个数据库呢 有两个地方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叫做范式 第二个叫做ER模型 那么首先说一下范式 什么东西叫做范式呢 简单来说范式 经过研究和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总结 对数据库的设计提出了一些规范 提出了一些经验 咱们前辈们肯定是设计了不知多少个数据库了 这么设计不如那么好 这么设计不如那么好 最终呢出现了一些规范 你如果不按这个规范走 你设计出来的数据表呢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有可能性能 将来有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你要是按这个规则走呢 将来咱们设计的表就更简洁 而且的效率更高 那么这些规范呢 咱们就称之为叫做范式 叫做Normal form 叫做范式 那么这是英文单词翻译过来 叫Normal form 那么咱们呢 一般就简称NF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范式呢 现在有迹可学的将近八种范式 就是八种规定 咱们一般呢 遵循前三种呢 基本上你这个数据表设计出来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么第一种是 就是第一范式 第一范式是原则性 讲言之不能再拆分 打个比方 看这个 我设计了一个表 这个表里边呢 有一个字团 这个字团里边存的是什么呢 张三的姓名 手机号 地址 这么多 首先我要问了 行不行呢 没有任何问题 行 但是你将来想要改的时候 就很费劲 你会怎么做呢 将来 咱们原来学过update 是不是update 什么什么什么 set 什么什么 是不是直接改了 如果你的这里边 有三个信息混在一起 那么将来你改怎么改 就例子 我只想改我的手机号 我是否意味着 我得先把这个数据查出来 我把手机号改了 其他我是不是不改啊 我得合起来 我再扔到里面去 这就废机 这就无形当中 自己给自己挖坑 这个字段里边的信息 明明可以再猜 打个比方 我问一个问题 你的手机里边 去记录一个联系人的时候 明明记得是姓名 手机号 他为什么不在一个框里边 让你输 反而他有好几个框 让你输呢 这个地方输的是姓名 那个地方输的是手机号 没错了通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将来 再去获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目的之为一个更简洁 而且从来的数据库的时候 也是更方便 手机一定有数据库 这是百分之百的 手机常用的数据库 就是SQLIT SQLIT SQLIT 手机里边一般常用这个数据库 那么咱们的 咱们的MySQL Oracle 这种数据库是在服务器里边常用的 这是不一样 讲一句都是数据库 什么是第一番是 你这里边的数据完全还可以再拆翻 所以说你不满足第一番是 那么第一番是的一个结果是 把每一个字段 你这里边不是一个字段 补充了三个信息的吗 把每一个信息拆出每一个字段 那么将来 请问 姓名还能再拆吗 拆不了了 手机号拆不了了 地址是不是也拆不了了 这就叫符合第一番是 如果你的表这个字段还能拆 不好意思 这就不符合 这就不行 第二番是 是在第一番是的基础之上 包括另外两个条件 第一个 必须有组件 就是你第一个范式可以没有组件 第二个 在没有包含组件的列 必须完全依赖于组件 而不能只依赖于组件的一部分 什么意思呢 看着 看这个表 在这个表当中 有order ID 有product ID 这是什么呢 就是订单表 就是订单详情表 就是我买了一个东西 我买的是什么 大家设想观点 咱们在京东里边去买东西 或者你在淘宝里边买东西 有可能是一个订单号里边 是不是有可能买了好几个商品 没错呢 那么我这个表 什么呢 这个地方记录的是你哪一个订单号 哪一个订单号 第五个或第几个订单号 这个订单号里边有什么商品 请问 是不是这是一个商品 也有可能我这个地方还有个叫1001 有可能这个地方是555 是不是也有可能 是不是另外一个商品的序号了吧 那么请问 咱们原来说过 组件是能够区分 这个每一条记录的 唯一区分 没错吧 那么 我能通过这个区分啊 还是能通过这个区分 你要是通过商品的ID来区分 请问他们是否意味着 买同一个商品的人是不是有好多 这个是不行的 你区分不了 那么我能不能通过订单号来区分呢 订单号里边有多个商品 所以说你也区分不了 你不觉得是吗 我一个订单里边 我既买了电脑 我又买了这个电脑的保护壳 我又买了鼠标 这都得一个订单 是吧 你要是按照相同的鼠标来看 有很多人买的相同鼠标 你要是按相同订单号来说的话 是不是有相 这个订单号里边是有很多个产品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结论 1001 1001这个地方 这个订单号里边 你买了个5555对应的商品 可以吧 可能出现呀 那么这个商品是什么呢 比方说叫这个 什么比方说牙膏 你这个商品叫什么牙膏 你这个单价是多少呢 Unity Press单价 比方说牙膏呢 3块5一个 是吧 3块5 3.5 那么折扣价有多少呢 比方说不折扣零 那么总数多少呢 几万 是不是将来你买了几个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写几个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是订单详情表 有可能我一个订单号里边 是不是有很多个商品啊 你每个商品里边 到底是叫什么什么 应该得写明白了吧 你这个商品打了几日啊 你这个商品打了几日啊 是不是都得记录吧 因此我想给你表达了 第二范式是 如果你这个表里边的组件 是由两个或者是多个列组成的 那就不能只通过一个列来判断了 所以将组件是可以有多个 这个字段组成的 除了一个还有两个 就是这两个的唯一表示一个 这两个唯一表示一个 1001 Order ID Product ID 这个产品ID是7654的州 这是一个商品 这是递这个订单里边的这个商品 没错过的吗 这个订单号里边的这个商品 多少钱 值货价是多少 没的是什么 几名是不是他呀 第一个 原来组件可以有多个字段比较 这是我表达第一个意思的 第二个 他说了第二范式什么呢 这两个是组件 第二范式必须有组件 有了 必须有组件 第二个 除了组件之外的其他的 这段 打个比方 除了组件之外 这些是不是其他的 这些这段必须 直接依赖于组件 全部必须直接依赖 而不能是一部分 什么意思呢 你看着 我要问你了 洗发水和谁有一定的依赖关系 这个洗发水是这个商品的 你说是个道理吧 也就是说呀 组件是有两个组成的 但是你的洗发水 是仅仅用这个就能描述的清楚 你说没错吧 因此这就仅仅保 这个什么呢 依赖了一部分组件 这不符合要求 那么怎么办呢 拆 一不合适就拆 拆成什么呢 拆成多个表 我把你和商品相关的信息 和商品单价相关的信息 拆走 我全部拆走 我这个地方你叫什么名 是吧 你这个东西有多少钱 我放在这 那么我把你的七六五四 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一定是组件 这些非组件之外的字段 请问是不是直接依赖于这个组件 这些非组件 是不是直接依赖于 所有的这两个合起来的吧 这个订单号里边的这个商品的折扣价是多少 总数是多少 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因此 第一犯是不能再拆 第二犯是必须有组件 其他的呢 必须直接依赖于所有的组件 不能一部分 第三个犯是 在第二犯是的基础是 另外的非组件的 这段呢 必须直接依赖于组件 而不能传递 这是想表达第三个 来看到 我给你九个例子 第三犯是 第三犯是什么 第三犯是 咱们先看这个 先看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是不对的 大家注意看 order ID 这是订单表 刚刚咱们是订单详情表 订单表 什么时候下的订单呀 谁下的订单呀 请问可以吧 这个订单号 这个订单是哪个顾客买的呀 12352买的 这个订单 叫什么人呀 收件人信息谁呀 老王 家是哪的 这个country是哪 请问 我是不是把这些信息 都写在这了吗 大家也没发现一特点 这个一定是组件 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 依赖于这个了吧 我这个订单号里边 是这个顾客买的 那么这些非组件 请问他依赖于他了吗 是不是他先依赖于这个 然后这个 是不是再依赖他了吗 那么因此 这就不符合第三方式 怎么做了呢 来 一不合适就拆表 这就是我想给你表达意思 一不合适就拆表 不行 拆 拆 这就是关心数据库 拆成表 拆能做什么呢 你不是说 这里边写上他的ID 写上他的信息 他的信息 不行吗 怎么做呢 把顾客单独拆成一张表 把订单拆成一张表 来通吧 这个时候的体现就在于 来了 我用户给了信息 请问接下来 我这个是不是直接还是拿过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的话 我要是老王 要是再买了个产品 请问 光老王12352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出现很多次了这样的信息 你改一个改不完 是不是你改很多个呀 所以说呢 第三方式 就是拆表 把这个非直接依赖的这种方式 直接再称成其他表 那么最终 我说了这么多 咱们当前呢 看到这个表的结构 最终变成了个什么样子呢 我放了稍微小的 看这个 最后的 就是看这个就行了 当前我给你描述的这个现象里边 有这么几张表 第一个 顾客表 这是100% 顾客的ID 这是组件 信息是什么 然后还有什么呢 商品表 商品叫什么 价格是多少 这是他的组件 我下了个订单 这个订单号是什么 什么时间下的 谁下的 请问 是不是有个奥德表 那么这个订单详情里边是什么了 你这个订单里边有什么商品啊 我这个1001这个订单号里边有这个商品 然后呢 我还可以再来一个 我这个地方 1001这个订单号里边 还有可能是555这个商品 那么将来你这个地方只要有个555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来个叫什么呢 牙膏 请问 是不是可以接我了吧 相当于 所谓的关系数据库 什么叫做关系数据库 通知他就学了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张表 关联他 关联他 他又在关联他 请问什么 一层层一层层进行关联 是不是这就是关系型数据库啊 关系数据库了 我告诉你 核心点就放在了 数据库 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啥 社交语句 天天练就会了 但是呢 关系数据库的对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他有多个表赌场 这就叫关系型数据库 比如说 MySAC Aurac Secret 这都是关系数据库 咱们会在后面还会讲 NoSAC 就非关系型数据库 像MongoDB 没有关系 MongoDB就是一个数据库就几个数据库 一个表就一个表 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关系 这么说了 对吧 好了 这就是关系型数据库 我想让你看得出来一个特点 他们是关系型数据库 有个特点 你有组件 你有组件 我只要去包含你的组件 就玩事了呗 就这么个特点 好了 从这个角度讲 咱们所说的是 范式 还有一个规范 叫什么呢 叫一二模型 一呢表示尸体 然后二呢 表示relacency 表示关系 就是尸体和关系之间的模型 我提个问题 你一看呢 估计就能猜得出来了 我举例 打开一个摄像表 打开一个摄像表 稍微有点慢 他在跳什么呢 他在跳 等着猴年马也他跳完了 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换一个 不用他了 用这个 那个不能再跳了 这个是麦克自带的 而那个是从往下 我看看 这个我很少用 我再捐个表 我看怎么接 哦 捐个表可以这么接 来给名字 比方说 叫这个 叫什么了 比方叫 叫顾客表 顾客表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再来一个叫做 info表 回便写了 这个顾客里面我可以干什么了 比方说这个是id id这是组件 那么你的 比方说这个言文之一 比方说对核心的信息 比方说你的姓名 你的name 怎么成了那么了 你的name 然后呢 你的tale 你的手机号 好了 我先写这个1 句号是1 来 比方说这个地方 写上一个老王 那么在这个地方 写上他的手机号 这个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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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写了 这不是我的手机号 随便写 那么请问 这是不是一个人的 基本的信息 就写完了 那么有可能 我叫了比方说 白卖政府单位 想要去采集 每一个人的信息的时候 你的亲戚是谁 对吧 你的父亲是谁 你的五夫是谁 大家是不是像那 这个知道五夫吧 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山东经常说这个字 就是说关系比较亲密的 你往上数几层 往下数几层 王多数几层 往右数几层 表妹啊表姐啊 堂姐啊乱七八糟的都有 一位照 一个顾客的基本信息 我可以放到这个表 那么我能不能去采集 这个顾客其他的信息呢 可不可以呢 可以 比方说 他的这个妈妈的信息 是叫什么 他的爸爸的信息叫什么 来请问同学们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放个信息表的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放了ID 这是肯定有的 然后呢 这个mother 妈妈妈这些东西 妈妈 妈妈 命 然后比方说 这个 这个 是吧 老爸的name 来 同学们 这是1 来 这个地方 比方说 老王的母亲 母亲 然后呢 这是他的父亲 好了 说父亲的名字 来 同学们 这个地方有个1 这是一个人的父亲 请问我家的这个地方 怎么想 这个地方 我想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我这个地方是谁 这个地方 是不是咱们应该写 这个information 这个表 我来上一个 请问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1 请问什么特点 假如说他们 假如说现在都是 独胜者的关系的 假如说都是独胜者的关系 只要写上一个父亲 写上一个母亲 那么将来他是不是就对应到 这个表里面 他一定有个孩子吧 假如说都是一个父亲 只有一个孩子 一个都是有的 假如说都是有的 请问 一行的信息 这个表里面这个信息 是不是和这个表里面 信息对应 是吧 如果我接下来 要说再来一个老李 请问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在再加一个吧 听懂我意思了吗 因为说这个表 和这个表之间有关系 那么他们是什么 对应关系呢 这里边的这个1 是不是和这里边 这个1 是不是对应 这里边的这个 是不是和这里边 这个是不是对应 这里边的某一个 是不是有可能和这个表 里边某一个 是不是也对应啊 我这里边的一个 记录 对应于这个表里边的 一个记录 请问 是不是体现出惯例 是一对一啊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种方式就是一对一 那么一对一的关系 你在任何一个表里边 写上都可以 这里边 你写上一 是不是相当于 你就知道 你和谁有关系了吧 你在这里边写上他 也行 这叫一对一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关系 是什么呢 叫一对多 来 那么话语说回来 什么叫一对多 打个比方 我这里边有老王 接下来 有个二 有老 老王 二 这个地方就随便写 请问我这个地方 假如说他们俩是兄弟关系 他们将来怎么对应关系 你猜一看 这个表里边的一行 对应的怎么的 是不是他们俩 都有相同父母的话 是不是都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写成 是不是这个父母的 是不是一个组件 那么这叫什么关系 这叫多对一 我有两个儿子 我老大的儿子 他父亲就是我 老二的父亲也是我 反正就是他们两个都对于我自己 那么请问 这是不是相当于是多对一 那么多对一的时候 咱们需要额外添加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是不是用来描述关系 请问 这个字段是在多的表里边添加的 还是在这个一的表里边添加的 你可以看清楚了 这个里边是不是多 这个里边是不是一 是不是多对一 那么这个时候我在哪里边添加一个字段呢 在多的表里边添加一个字段 多对一的时候在多里边添加 那么我要问你了 嘴天啊 我就把这个字段我删 我想表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我就不在这个表里边添加 我非要在这个表里添加 行不行 看着 行 比方说 child child的怎么想 C-H-I-L-D children children child人 来懂吗 我在这个表里边可以建议吗 请问我写什么 你写一还是写二 你有俩孩子 这俩孩子都是你的 你写一还是写二 你写一 那二不是你的了 那你写二 一不是你的了 怎么做呢 最后你一定是一 什么二 是吧 请问我这里边是不是存了一个普通的字符数 相当于 我接下来 假如说我要是再有个儿子 比方说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不要国家允许三胎了 那你再生一个 那么请问 这个地方再多一个 是否意味着 接下来你在update的时候 是不是你要update这里边的数据吧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把原来的数据拿出来 是不是要再加上一个新的一个字符的一个组件的一个值 那么也就是说 嘴听 多对一的关系 我完全可以在这个一里边去新建一个字符 但是将来的坏处是在于 如果我接下来再有一个再有一个再有一个 接下来他们对应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修改这个字符里边的某一定点数据 而不是整个字符吗 将来费劲 你就是给自己挖坑 这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同学你看啊 怎么办就好了 我把这一列删除 然后我在这一列 我control z 我撤销一下 再撤销再撤销 看着 我要是在多的这个里边 我建一个 建一个一个字符 请问 我对应谁啊 我对应谁啊 我对应一 请问 我接下来假如说我不想对应他了 我只要一改 请问我这里边直接update 是不是就直接写了这个事情啊 看得清楚了吧 多对一的关系的时候 在多里边添加一个字符 用它来记录另外一个表的哪个组件 听得清楚啊 不要在一里边添加 一对一的时候任何一个表都可以 但是多对一的时候在多里边添加 听懂我意思吗 但是话也说回来 要说多对多呢 多对多 这个事情 同学们就很尴尬了 必须新建一个表 打个比方 你想这个 这是大学里边的科目 什么有这个什么选修课啊 什么篮球啊 读球啊 音乐啊 武术啊 这是大学里边的一个科目 这是大学里边的学生 请问 一个学生是不是可以选多个科 一个科里边是不是可以有多个学生 你说谁是一谁是谁是多 就完了 这就是多对多 N对N 听懂我意思了吗 N对N的时候 我到底是在哪个表 这个关系很明确啊 多对一的时候 在多里添加 是吧 多对多的时候在哪添加了 没有办法 只能新开一张表 在这个表里边 写上你 对应的谁 我写上 一对那一 请问啥意思呢 这个左边的一对应的是篮球 他和谁有关系呢 他和郭静有关系 好 那我带来一个 篮球原来还有和谁关系呢 黄荣 是不是有关系啊 如果我觉得这行不需要 请问我把这个一模 是不是这事就解了吗 如果他们对应对应错了 请问我把这个值是不是一修改 是不是这个事是不是也解了吗 因此最后结论很简单 将来的一二模型 就是将来咱们设计出来的数据库 基本上有什么技术方式 一对一 一对多 一对多也行 多对一行 就看你怎么说 还有多对多 听清楚了吧 一对一在任何一个表里边 亲建一个字段 来存储另外一位表的主件 没问题 另一个表都可以 但是多对一的时候 必须在多里边添加 听懂了吧 一里边没问题 但是将来会自己给自己挖坑 做减字负 那么多对多的时候是什么的呢 新开一张表 这个表里边 存储每一个表的主件 将来让它们有关系就行了 那么往往这样的表 咱们就称之为叫做聚合表 就是用的你的表 还用的你的表 相关系就放在一起了 那么往往咱们称之为聚合表 能留意识了吗 好了 基本上这就是它 设计数据库同的 先满足饭吃 再去想想 是一对多还是多对一 就可以了 基本上还有多对多的情况 这个过程 他们得多练 你不练 说完之后和没说 没什么太大区别 比方说 今天晚上你想一想 我想设计个数据库 对吧 我想把我家里的人的信息 都存起来 我怎么做 我设计个数据库 假如说你以后开发的时候 让你设计个京东 你会怎么设计 这不就是练习吗 是个道理了吧 数据库设计的越多 你的经验就越丰富 就这么来的 关于这个设计呢 咱就先到这儿 我设计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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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